那我们今天这边展示的就是说 它可以画一个椭圆的形状 那我们给它20 20 它可以画出一个标准的圆 如果你其中一个大一个小 它就会有一个椭圆会偏一个方向 那 ellipse它的参数就是说 它前面x 斗点这边 xy就是分别是坐标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椭圆 它可以画一个椭圆的椭圆 所以我们今天这边去按椭圆之后 椭圆 然后它就让我们去去画一个椭圆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画一个椭圆 画一个圆形 标准圆形 然后是跟着滑鼠的位置在画 那其实这边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如果这边画跟前面一样 如果我今天去去画一个 有个参数是比重不一样 它就有一个椭圆之外 有一个偏一个方向和椭圆 这两个分别可以让你带进去去做 好 感谢观看